嘿,是的,我是宇德啦 今天來介紹我目前自己使用的 持續流完整版 影片發出來以後 用這套也穩穩上金牌了 還是個菜雞 因為是完整版所以不會介紹替換的卡片 每次有新的架構會重新更新上傳 不過我有點想玩別的牌了 可能會一段時間才有第二版的持續流介紹 我們開始進入主題 蟻人,異能量一攻擊 牌面放滿可以多三攻擊力 雖然說他是異能量的卡 但是他的特殊能力 卻讓他在前期、中期、後期 都能有非常好的發揮空間 尤其是這遊戲多數情況下 不會輕易把戰場放滿四格 很常有逆轉作用 先出手也沒什麼問題 當個定檔牌打也不會覺得浪費 對手時時刻刻都要提防他的存在 夜行者,異能量二攻擊 這張卡牌在遊戲機制中非常強 你不用開局就把卡放在第一格 被星爵、街市流的卡牌給送分 雖然他沒有持續效果 但是他要穿梭戰場的能力 開局就可以放在第二、第三戰場 如果不適合自己 馬上移動到別區 又或者是遇到當前區無法放牌的效果 夜行者騙這兩分 也會讓對手被感壓力 我剛玩的時候 不知道他好用在哪裡 現在用覺得 嗯,真香啊 艾莉卡 我玩久以後發現這張卡也是神卡 隨時可以拆解對方異能量的卡片 像是鷹眼這種下一回合放置卡片 就會增加攻擊的角色 或是拆異能量上滿buff的卡牌 艾莉卡時時刻刻都能解除危機 這樣說缺點的話 開局如果是先攻方 第一回合亮牌會有拆不掉牌的問題 來到二能量卡牌 活以凱與蜥蜴人作為第二回合核心 蜥蜴人 二能量五攻 二點換五攻 又能逼對方把戰場區域趕緊打滿的壓力 是什麼樣的存在 不用我多說吧 就算對手把區域打滿了 還有二能量二攻 但到了大後期以後 你也可以把這三分送他們 靠著五能量的藍金旗 或是ending game的光譜 直接反轉 我完全找不到蜥蜴的缺點 凱的話 我認為持續留非常吃場上的卡牌數量 簡單來說就是能減少拆牌的可能性越好 蜴人需要拼滿四張牌 有美國隊長的區域也是每多一張加一攻擊力 藍金旗的持續效果 這三張卡牌都是吃場上卡牌的數量 卡有持續效果 又能互牌 互國阿凱 不用嗎? 三能量 以美國隊長 制裁者 金旗先生 當核心 美國隊長可以跟蜴人打出一個combo的組合 三能量三攻 雖然數值中規中矩 但是也算是後期放滿第四張卡的核心成員之一 我之前有點誤壞他了 覺得他難用 果然 隊長就是隊長 愛你喔 制裁者 三能量二攻 對手哪邊牌多 就放哪邊 對面有幾隻 就加上多少攻擊 我通常排順的話 會跟蜥蜴當一個套組 蜥蜴打出來 對面想要接我的蜥蜴牌 我的制裁者 就會出來幫蜥蜴討公道 嘿嘿 敬奇先生 三能量換六攻 我自己覺得這張牌非常強勢的中間戰場牌 我也不知道怎麼評論他 就是無腦又強 但是中間戰場區域有無持續效果的戰場的話 我很大的機率選擇跳game 4能量 我只放一張納摩 有看過我持續留新手影片 放的是傑西卡 主要那時候新手牌少 沒有替代方案 而這張納摩可以解決因為一些奇怪的戰場機制 場上如果卡少的問題 獨立一區 加5攻擊 也就是說 他去當邊緣人的話 會有10攻擊 搭上晚點介紹的格羅 有機會 一區域灌水到16攻 非常噁心的存在 之後再找看看 4能量有沒有更好的配法 先放他吧 5能量 藍金旗 格羅 當目前核心 藍金旗 5能量三攻 基礎體質很差 要的就是他持續能力 所有卡牌加1戰鬥力 但我還是覺得藍金旗沒有很好用 就是覺得他體質太差了 雖然每一張卡片能加1攻擊 但戰場區域的機制 有時候搞有的沒的 不可能時時刻刻 讓你順風 戰場上牌多 如果戰場上沒有牌 這張牌就會變得有點水 但目前版本沒有替代情況下 我選擇用他 還是有其實效果啦 戰場卡很多的情況下 格羅 5能量4攻 這張就優秀了 可以跟4能量的納摩 打出4、5回合的combo 或是幫第2、第3戰場 補上6攻的神卡 不過這張要多打幾局 才會感受到他的價值 因為缺點就是綁區域 不能打在第3區 多練練納摩配他的組合 就算沒納摩 這張卡 4攻加右側6攻 常常有機會逆轉兩區的可能性非常高 我自己就逆轉了好幾把啦 接著來到最後6能量 我的魔術師光譜 不是台灣遊戲公司光譜 6能量5攻 使用這套牌組有9張持續卡 光譜就是拿來逆轉的 一樣 我不知道怎麼評論這張卡 就是我的女神 強翻天的翻牌卡 翻牌卡啦 介紹我目前使用的持續流了 每套卡牌都有優缺點 持續的缺點 真的是怕女巫師 跟戰場區域持續效果 無效化的機制 還有這套卡片 卡牌 太便宜了 大家都了解這套卡牌 對方越了解持續流 就知道你怎麼打 很好拆牌 不過那是高分以後的事情了 一般分段還是可以穩穩上分的 影片發出來 我也剛玩 跟大家一樣菜 但我愛這款遊戲 分享我的心得 歡迎一起交流 我是CV姐的 我們下次見